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能会有杰出的子女产生 但是相反的 现在很多的父母对子女可以说是被家关怀照顾 子女呢 却仍然会有脱续的行为发生 比如像偷窃 暴力行为 甚至是对同学性骚扰等等 面对这样的孩子 家庭跟学校应该如何帮助他来矫正偏差的行为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站在一个宗教式的立场 我觉得大家都是无辜的 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是无辜的 他是受害者 那家庭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呢 父母也是无辜的 学校里边呢 有这些修生呢 发生呢 也是无辜的 那究竟什么原因而产生了这样子的现象的 这因素啊 相当的多了 不仅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虽然有些孩子啊 生起来就是不乖巧的 就是调皮捣蛋啊 他这个性格里边呢 就是让人家伤头脑筋的 这种孩子毕竟是不多的 但是有 不是没有 但是这种孩子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改进 改正 有的 这要付出爱心啊 付出耐心啊 来跟他做朋友 就关怀他们 多一点时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先了解他们 然后呢 这些孩子们呢 人就是人 不要说是人 那些猛兽 这是毫不理性的 像狮子啊 老虎啊 豹啊 这些 这个非常啊 暴力的 恶性啊 非常强的 猛兽 猛兽兽啊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就 他们互相可以交谈 他们彼此之间有互相的语言 彼此之间有他们的感情 人跟动物之间呢 如果以心呢 诚恳 真诚 爱护他们 慢慢慢慢地啊 这些 立根性的孩子们 也会啊 转变的 这是要付出耐心的 如果家里 有了这么样的孩子啊 你从小就可以发现啊 这个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是不大一样的 那你要多一点给他的关怀了 其他的孩子 很容易养 很容易照顾 就这样的孩子是最难养 最不容易照顾的 那对父母来讲是一份呢 非常沉重的负担 但是站在一个副教徒的立场来说 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负担啊 你要 对于所有的自己家人呢 包括其他的孩子 得到其他的人的 家庭中 所有一起成员的 谅解 我们大家给他 这个孩子多花一点时间 多花一点爱心 多给他一点慈悲 那这个孩子 渐渐渐渐的呀 也会转变的 不会不转变的 问题是 许多人的家庭 遇到这样的孩子啊 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 觉得觉得非常的无奈 觉得是非常的倒霉 为什么会生成这样的孩子 而其实这个孩子 本身也是无辜的 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 他是来折磨你的 他也来折磨他自己 从夫妇来讲 这他自己啊 可能是一种菩萨 来成就你的呀 菩萨道 成就你家庭里边 父母们的一种耐心 成就一种慈悲心 因为有这样的孩子 你的父母就成长得快一些 你父母就能够啊 成增长更多的慈悲心了 还有相反的 孩子子弟是这个样子的 孩子子弟很痛苦的 他并不是快乐的 凡是一种叛逆性很强的 这个对家庭 对社会 产生骚扰这种行为的孩子们呢 他们是蛮痛苦的 子弟呢 就像个没有理性的牛 他到处闯的 他闯来闯去啊 结果也是自己遍体领伤 从他的感情上是这样 从他的呀 想法上也是这样 认为这个世界呢 对他们不公平 像这种孩子 子弟是在受苦的 受难的 我们做父母的人 应该要对他 多一份照顾啊 要同情他 可怜他 还要爱护他 甚至于呢 要感谢他 使得自己能够啊 有更多成长的机会 这是父母 那对于老师来讲 也应该用同样的心态啊 对待啊 这样子的孩子 我们的社会的每一个人呢 遇到这样子的孩子们呢 也应该以这样子的 一种观念啊 来看待他们 不要把他们当成呢 是社会的流 是癌 是毒 不要这样子想 而是呢 社会之中 有这种现象出现呢 是帮助我们呢 考量社会的问题 考量孩子 教育环境的问题 所以这些呢 反而是啊 使得我们社会 环境呢 成长 进步的一种啊 原动力 应该啊 多一些时间 来照顾他们去 那至于说 如何跟他们相处啊 这些孩子们 实际上是 最需要朋友的 最需要 同情的 最需要 有人跟他谈话的 最需要 有人呢 认同他们的 不是认同他们的恶行 而是认同他们 这种处境 我曾经就帮助过 好几个小孩子 就是认同他 帮助他 了解他 而 他们自己的心 就慢慢地就转过来 所以是呢 我想 希望 付出啊 爱心 慈悲心 是最重要的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